資料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裝request 那這個裝request的套件 特別注意我們在上禮拜有提過 你直接 假設要裝request的話 記得就是 從 哪裏的Windows鍵加r Windows鍵應該知道吧 左下角有一個Windows鍵 Windows鍵加r 你打個cmd Enter過 就會跳到這個系統 DOS模式 沒辦法因為安裝 Python的外部套件 需要自己打指令 而且打指令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在這邊打的這個指令 他必須在那個 就是你的那個Path是要對應到的 因為如果你那個Path沒有對應到的話 你也可能會抓不到那個 裡面的指令 因為我們用的指令實際上是 從那個 Python的根目錄 這個根目錄的話是在 你要可能要找一下你的Python 我們最早在第一堂課安裝的那個路径就是 Python32 有沒有一個 減的3632這個 那基本上我們是需要指向哪裡呢 Squips這個 這個Pyp 有沒有這個Py 所以呢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如 你沒有指定那個什麼環境變數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 讓他進到這個目錄才可以 或者他會找不到Pyp 就沒辦法執行 你要先記得第一件事 檢查一下 按右鍵編輯一下 這個路径 先把它複製 先確定你的什麼呢 那個Windows裡面 電腦按右鍵 有一個 右鍵內容 內容裡面的進階 系統設定 環境變數 你先確認有沒有一個Python Python的話 一定要指向剛剛那個路径 所以呢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 新增一個 環境變數 新增 名稱叫Python 這個詞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路径 這樣的話呢 可以很順利的輸入 輸入指令之後呢 就可以指向Py 這個Py 不然的話 你是無法安裝 那假如你已經做完這件事 那你就 再來什麼 就是 把那個Request 這個套件裝起來 當然我之前已經裝過了 所以我Pyp Install Request就可以 但是如果我要反安裝的話 你就是 Done 我把他先uninstall好了 Request Q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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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那這個地方他問你說要不要移除YES 把他移除掉 那你會發現我現在已經 Successful已經把uninstall掉了 而且後面有個版本 2.18.4 後面還有 不斷更新啦 最好是抓新的 再來呢 當然我可以 假設啦 如果說我現在沒有裝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只要執行 去抓取這個Request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出現這個錯誤 Module Name的 他找不到 這個Module 假設你執行的時候發現喔 奇怪為什麼 程式執行就會出現 表示說你沒有安裝這個Module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以後 其實還蠻多進階的應用都需要外部的 這些 套件 裡面的Module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記得怎麼樣 只要把那個Request裝起來 裝的方法 好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設定環境變數 這也是要設定 所以你等一下如果打 那就是你如果打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移除掉 假設我這邊 把這個Pace拿掉的話 這個打PIP他好像會找不到 重新開吧 像如果說把那個 拿掉的話 我打PIP 怎麼了 PIP不是一個內部 或外部的指令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怎麼辦 就是要設定那個Pace 設定Pace 記得喔 從環境變數裡面 新增一個 名稱叫Pace 你可以把什麼 這個名稱 只是我們一個路徑而已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把剛剛的那個Squip 這個路徑 按右鍵 編輯 把它複製一下 變數值裡面 另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要的 後面請你再加一個 返形 有同學 照做 但是呢 還是找不到 後來 你怎麼少少了一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目錄的下一層 斜線就不對了 OK 有時候特別注意 你如果 確定的話 裡面就會有一個路徑 OK這個地方要先確定一下 如果有才可以 沒有就不行 那當然你現在打PIP 他好像還是不行 把它關掉 因為上禮拜好像有同學是這樣 沒有關掉 再打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 Windows鍵加R CMD 然後你打PIP Enter看有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 我看配置 我剛剛有沒有射錯 再確定 OK 所以還要再確定一次 進到那個 所以插一個步驟 然後把它再試 確定一下PIP 有沒有 反應 恭喜你 你可以安裝了 那請你把什麼 Request安裝起來 PIP Install 我要裝那個 Request QU Request 加S Request Enter一下 那這個它會幫你去 那個 Python的 那個 Server上面 確認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它幫它裝起來 那你再去執行 我們後面的抓取 動作 它基本上才會出現 你會發現我把那個 網路上的東西 抓下來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基本上 就是我們等一下練習的 第一個呢 請你 先裝 第二個的話呢 到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 那我們第一個練習 我想 從比較簡單的 抓取 開始 這裡總共有2000多個 這個是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會越來越多 未來我想全世界都會走向開放政府 因為如果政府越開放的話 大家就沒什麼好講 反正遮蔽什麼 越遮不了 所以有的時候開放 你看就這樣子喔 反正 你也沒什麼好說的 也不用投票了 反正資料就公開的嘛 所以其實 那只是說 開放了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把它抓下來應用 那怎麼抓下來應用 這面的話你可以往下找 資料格式有沒有 其實目前最多的 CSV 有沒有 更多 還有什麼 Jackson 當然還有其他格式啦 不過 我處理主流的 那非主流的話也許 大概處理不同啦 所以你可以 那我們找 CSV的格式 你可以找那個 CSV把它點擊下去 其中呢 我在裡面找到一個 是 好像 我記得好像是找 CSV裡面的那個 看一下 找底下這邊的 這個 停 你可以 這是那個 在上面打 那個關鍵字 因為這裡太多了嘛 我覺得 比較有用的是 比如說我開車來 那我要找地方停啊 而且 停的話 最好是 告訴我坐標 那我可以從 Google地圖裡面 看到位置 所以呢 這邊我可以 搜尋那個 停車場 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 什麼呢 應該是這個吧 捷運轉乘停車坐標 那它的 這個檔案格式 CSV把它點擊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它就出現了 那另外呢 它這邊有個預覽 你可以把它點擊下去 預覽一下 它會跳出 就是說 這裡面的資料 大概有 總共有 五個欄位 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 就可以把它 放在什麼 SQLite裡面 因為它就一個table 等一下你一個練習 把它抓下來 再insert into SQLite 這個資料就會 幫你存起來了 可是你把它抓下來 那要怎麼抓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先 秀在 Python 上面 也許你可以 早上講 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裡面大概我們會用到的 也許就是 巷刺 停車場名稱 它的經 緯度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吧 ID這個我想可以不用 因為你要用跟相次一樣的 那 它會跟你講說 資料形態是 UTF8 那可是我要怎麼抓呢 其實教各位一個方法 第一個呢 它的位置是在這裡 那你有一個下載對不對 那下載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真的下載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是 需要給 Python去抓 所以我們需要給的不是按下去 而是我要知道這個下載 它的 那個什麼的 網址 所以很簡單一個方法 看到那個 這個下載 但是按是按左鍵 請你按右鍵 右鍵這邊有個什麼呢 複製 連結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 其實 就是 將來要我們 Python的一個網址 OK 那請 先 瞭解一下 那個 我們 台北市政府的相關資料 所以請各位 先 準備兩件事 第一個 確認你那個 request有沒有安裝起來 那環境變得 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到那個 台北市政府 我這邊有超連結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從這邊 點到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官網 然後你就輸入停車場 應該會找到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 捷運的轉乘的那個 停車場 坐標 那假設我要利用這個當成我的範例 我要直接從 那個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 抓到我的 Python裡面的話 其實程式就在這裡啦 而且非常的簡單 按下去 全部都下 234筆 而且呢 我沒有全部 我好像只有抓 抓4個欄位 包含就是編號一直到 名稱 再到 經緯度 OK 裡面的話呢 最重要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利用Python的話 他的程式真的非常簡潔 第一個 import 第二個的話呢 用request去get這個網址 但是 剛剛明明我在畫面上看到是UT58 不過 我用UT58出來居然是亂碼 所以後來我就 CP950 就變成不是亂碼了 所以這個 台北市政府寫錯了啦 你可以更正 請更正 好不好 不要 不然的話我們用UT58 我本來是用UT58啦 反正呢 編碼方式主流就是 微軟陣營跟非微軟陣營 微軟陣營就是CP950 非微軟陣營就是UT58 所以 執行 會是 有沒有 馬上 中文的部分全部亂碼 那當然我想說根據你上面講的 結果反而是錯的 然後我就改一個什麼 CP950 居然 所以你會發現呢 有時候 上面的東西還是不准 還是要測試才知道 那裡面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基本上我就把這個格式給get下來 那這個get 你可以把那個給下載 下載之後 在CSV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CSV按右鍵 我是建議你可以 有一個叫 如果你用編輯他會用 這個 記事本開 但是基本上記事本有個缺點 就是你看不到 你本來看不到 有些像什麼那個天眼通啊 有沒有 就是 他可以看到一些 所以 Nordbit++++++ 意思說 他可以讓你看到 檔案里面 可能你本來應該看 但是你卻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按右鍵有沒有 網路上Google 這個還蠻重要的一個編輯器 那 你這個時候可以有沒有 可以把它開起來 一些 後面的符號 你看不到 你可以檢視裡面 有個特殊字元 特殊字元呢 請你把 裡面的 顯示所有字元都打開 那你會發現 他後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CR一個LF 在那個python裡面是反斜線R LF就是反斜線R 那也就是說 把東西抓到那個python裡面的話 你變成一定要處理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處理這兩個東西的話 那你進來的東西就會多兩個字元 那這兩個字元就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待會再來看 程式其實你會發現 你用python來寫真的很簡潔 大概就是一行兩行的資料回圈 就搞定了 還蠻喜歡來裝網路資料 因為真的太方便了 應該沒有比它更厲害 所以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把那個兩個動作先準備 確認你的request這個套件 有安裝到你的這個環境裡面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到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網站 看一下那個停車場 就是你那個連結 或者你打那個什麼呢 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 應該也會找到 然後你就搜尋那個開放資料裡面的關鍵字 打一下停車場 然後會找到應該是在第三個吧 會是那個轉乘的停車坐標 那我們 因為我也是想說 從別人就找第三個這樣會比較好找 當然除了 抓那個這個資料之外 你會發現底下還有很多 你如果要練習其他的 做法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你會發現台北市政府 還蠻喜歡用CS 幾乎好像我概 十之八九都有那個 是